昨天是第三十三个国际禁毒日 中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增强市民食毒 防毒 剧毒 禁毒意识 远离毒品危害 在重庆南川大足 走千条路进万家门的快递员和外卖骑手 成了义务禁毒宣传员 他们送到居民手中的不仅是包裹 餐食 还有一份份禁毒宣传单 我觉得得用宣传方式 其实挺好 刚才我看到他拿来了一些 很有比较格心的一些宣传东西 像一些书籤我觉得还比较实用 近日由上海市凤贤区禁毒办 禁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负责运行的萤火虫工作室正式接牌 20名禁毒志愿者 主动加入组成禁毒同伴寻讲团 旨在以戒断毒瘾的吸毒人员为典型 与戒毒人员 药物滥用人员结队 通过开展戒毒邦教 禁毒寻讲等活动 帮助吸毒人员坚定戒毒信心 回归正常生活 历年来通过同伴寻讲团成员的 日常引导和服务邦教 吸毒人员复息率和新滋生率 均大幅下降70%和28% 未发生因吸毒人员 引发的重大肇事肇货事件 奶茶 跳跳糖 开心果 开心水 这些很多人眼中的零食 或许正是第三代毒品的华丽外衣 如何有效辨识和防范 在宜昌市东山中学九年级的网络课程上 禁毒社工手拿毒品模型 面对手机为学生宣讲禁毒知识 对当前的禁毒形式 毒品分类 再到毒品的危害一一介绍 课程讲解精彩分成 然后我手上拿了这种 外表形似香烟 但是它叫彩虹烟 其实它里面的成分 最主要的就是K粉 所以说很多的年轻人都中招了 以为在抽烟 其实是在吸毒 据了解 宜昌市从2019年开始 首次将禁毒知识纳入中考范围 分值为两分 今年这项工作继续常态化进行 分值提升到了五分 我们也制作了大量的禁毒快板 还有一些禁毒的宣传的短视频等等 来吸引这些年轻群体的眼球 引起他们对毒品的重视